今天呢我们来到台中爱心家园参加玛丽亚基金会 Mary Young快乐袜募资开跑记者会 穿好袜做好事 就连魏晨龙棒球教练张泰山都一起做爱心 一起共襄胜举 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Mary Young快乐袜 玛丽亚基金会照顾5000多个身心障碍青年 最近他们创立Mary Young快乐袜的品牌 把心智障碍青年的画画作品 制作成袜子让社会大众认购 魏晨龙棒球教练张泰山响应爱心工艺 认购了100双袜子 送给南投县千秋国小的棒球队 当作圣诞节礼物 2021年11月3号下午 张泰山和棒球队的小朋友们 特地前往台中爱心家园 跟玛丽亚基金会的袜子图案创作者见面 这些快乐袜的创作家 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 传递快乐理念 花花很快乐 由他们的美术作品 去传达他心中的想法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心智障碍者 透过这个品牌的建立 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玛丽亚基金会执行长陈美玲说 他们的袜子品牌 一共有12款样式 全部都是玛丽亚青年的艺术创作 也是利用环保素材做出来的 一双袜子等于回收两个宝特瓶 还能帮这些大孩子 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只要在一卖出一万三千双的袜子 就能开一间实体店面 来照顾更多的弱势孩子 除了说他是一个障碍的青年 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份一片天 然后看到这些小孩子 创造 创出这么漂亮的一些袜子 我觉得这些都是满满的感动 慧泉龙棒球教练张泰山还特地穿上快乐袜 跟大家见面 并且热情地跟现场的小朋友们互动 千秋国小棒球队为了感谢拿到礼物 也特别用棒球队呼来帮玛丽亚基金会打气送暖 张泰山说 一个小小的认购举动 就可以帮助很多的身心障碍青年 他希望透过实际行动来抛砖引玉 鼓励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记者陈文旭 李金生 李佳金 泰众报导 你今天穿的是 考考你刚才有没有听我们在讲 你穿的是什么